这块场地位于绍兴越城区王家带社区 高老板说 这些大型的打装机就是他们公司的设备 原本这片地是平整的 现在多处被挖开 他也没法把设备运出去 是5月1号开始租的 6月底的时候通知我们要搬走 他说是政府要征用吗 高老板说 先前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一位做地块出租的李老板 公司派代表跟对方签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 18万5亿年 一共9亩地 当作存放大型设备的仓库 起租时间是5月1号 结束时间没有写明 他先付了12万块钱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通知他们搬走 我们就是要求他返还我们的那个 所有交给他的那个场地费 然后就是补助我们就是那个建造那个围墙的这些费用 围墙花了是3万多 我们的设备是从另外一个仓库搬过来 是搬进来单程费用的话 大概在毛20万这个样子 冰的费用我就不给他算了 高老板说 如果是已经租了一年半载 他连围墙的费用都可以不用算 可现在才租了一个多月 算下来 李老板需要给他15万 通常是写的就是政府如果中用或者开发了 无条件要退场的 李老板也在现场 他说这块地向村里租来五六年了 前期平整地块他也投入了不少 合同里面约定 如于政府征用 导致无法继续履行 本协议自行终止 乙方也就是高老板他们应无条件归还场地 甲方也就是李老板不承担违约责任 且不做任何刑事的赔偿 李老板说 该退的钱他都会退 前提是高老板他们得先把东西搬走 因为他们给我算钱也是这样的 你搬坑了才能退钱给我 但是现在钱是我自己垫进去了 一分我也没拿到你知道吗 我也沟通过 我也是在评 只是给你的东西搬走 他交了我12万租费嘛 然后还有3万不到 我一次3万不到嘛 打个比方说今天截止 我按3万算退给你 我个人私人我得补贴一点运费给你 你能退多少钱给他呢 我刚才算我说5万块钱嘛 李老板说 5月1号起租 到现在11月下旬了 东西还没有搬完 这算是已经租了半年多了 所以扣掉9万块钱 满打满算只能退3万 高老板的诉求是退还12万元租金 并补偿他3万块钱围墙费用 总共15万 现场沟通后 双方都愿意各退一步 再协商退款方案 可问题又来了 到底先退钱还是先搬走 双方又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还有一位马老板 也在这里租了两亩地存放货物 他说一年租金将近5万元 6月份通知搬走 7月底他就把场地清空了 结果出租方李老板退的钱 跟他算的不一样 退了8300总共交了2万 他说是两个多月 我按照他那个进来的时候 我拍过照片的 什么时候进场 然后退场我也拍照片的 我是按了三个月算的 这边是给我按天 就是走进场的那一天 到就是场地清完了这一天 但是这样算是不对的 因为我来的时候 他答应我说就是一年之内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做出的话买打买算的话 也不到两个月 高老板说 正因为有马老板前车之鉴 他们不愿意搬走 账必须得先算明白 李老板表示 东西不搬走 钱就没法退 对于退款的事情 几方表示可以再进行沟通 那到底是先搬走设备 还是先退款呢 高老板说 现在要把设备搬走 也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地已经被挖开了 为什么会被挖开呢 他们听到的一种说法是 考古 王老板是高老板的合伙人 他说原本从地块大门进去 路是平整的 通知他们搬走之后没多久 就有挖掘机 进场把这块地挖开了 他说这里挖开的话 他说这里要考古了 你考古的话 你肯定是有文物专家 警戒系什么的拉起来的 对不对 你看他挖机在这里挖 要考古吧 对 这个是偏偏人的 他就是逼着我们走呗 他说好像是探测 探测 然后就是挖到古墨的时候 可能要来人了 因为地卖出去了嘛 现在就给他挖一下 看看有没有东西的 他挖的不是很深 就挖到泥巴就结束了 就每隔几米挖一道沟 就看一下下面 是在做考古探测 还是确定发现东西 没有还没发现来 出租方李老板解释 一般来说 在开工前都要进行考古探测 如果有文物古迹就不能开工 之后他们要搬设备 也会回田出一条路 这块地属于王家代社区 社区负责人方书记去了医院 接着跟他电话取得了联系 李老板他把长期清空 我们就退租给他呀 问题是他还没给我清空呀 既然他不相信 怕李老板他奔走了 不退监给他对吧 所以把没用完的钱 要到我们村里 或者要到街道 他不接受 社区的方书记说 这块地之后要建厂房 工地着急开工 高老板他们的设备 放在这里也会产生租金 李老板这边也需要等清空后退钱 再耽误下去 几方都没有赢家 所以社区和街道都愿意出面 一起坐下来协商 前提是李老板和高老板他们 得把账先算清楚 把钱交到社区或街道 高老板他们搬空之后 第一时间退租金 现场李老板又跟高老板商量了一下 整个场地的租费全部退 这真是不可能 假如说我们两个打成一致 我们先搬走 搬走之后多长时间 承诺我们多长时间退给我们 我们也可以搬走的 双方都愿意在社区街道的组织下 进一步协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